男人一觉醒来 发现身边的妻子竟变成了曾经暗恋的女神 对方还温柔地抱起自己韩老公 一时间的变化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 自己居然住进了一栋豪华别墅 不仅钱包变古了 名牌西装和名表更是应有尽有 客厅里还摆着自己最爱的PS游戏机 温柔贤惠的妻子端来饭菜 二人一起吃起丰盛的早餐 一切完美的宛如梦境一般 然而就在一天前 他还只是一个落魄的中年人 就连自己的生日也没人记得 男人名叫袁春 人到中年的他还只是一个银行的小职员 经常受到上司的刁难 家中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和一个脾气暴躁的妻子 生活的重担将他压得抬不起头 越发暴躁的妻子也让他感到身心俱疲 而妻子小林在一家餐厅工作 平日里不仅要照顾孩子 还要兼顾丈夫的日常 和所有中年夫妻一样 他们常因生活中的小事发生争吵 这天夜里 儿子的哭闹声吵醒了熟睡中的小林 他只好独自起来安抚孩子 可没过一回 儿子又开始哭闹了起来 疲惫的小林让丈夫帮忙照看一下 可袁春睡得迷迷糊糊 根本就没有心思 小林只能起来再次安抚儿子 结果两人一起睡过了头 匆忙收拾一番 小林叮嘱丈夫晚上千万别忘了接孩子 袁春一路狂奔到公司 可还是被上司抓了个正着 因为迟到又挨了一顿慢 刚准备开始工作 却发现客户出了问题 他必须尽快将支票带给对方 匆忙间拿错了手机 也不记得接孩子的事了 而小林这边接到老师的电话 得知丈夫根本没去接孩子 自己又联系不上丈夫 小林只能向上私请假 去接孩子 晚上袁春终于完成了工作 刚一打开柜子 就发现了手机上的夺命连环短信 立刻往家里狂奔 刚一进屋就挨了一拖鞋 愤怒的妻子不停指责着袁春 他只好解释是客户的原因 但小林根本不信 还拿起了螃蟹腿朝他门 心中烦闷的袁春找到朋友诉苦 他抱怨妻子婚后的变化太大了 结婚前的妻子柔情似水 现在却变成了暴躁大妈 自己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 如果有机会重来 绝对不会和小林结婚 隔天晚上袁春回到家 小林因为担心母亲 并没有准备晚饭 袁春只能自己动起手来 小林想和他好好谈谈母亲的病 可对方却默不关心 还自顾自打起了游戏 丈夫的冷漠让小林伤透了心 原来小林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 母亲又得了老年痴呆 根本没法好好照顾自己 本以为平静的生活会继续下去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 袁春遇到了大学时的女神佳佳 望着眼前依旧温柔美丽的女神 袁春心里唏嘘不已 当得知对方当年也喜欢自己时 心中更是悔恨到了极点 原来大学时期 袁春曾对她一见钟情 佳佳不仅是音乐戏女神 还是个富家千金 妥妥的白富美 有很多男生对她展开追求 但都被她拒绝了 一次佳佳主动约袁春去听演奏会 本来二人很有可能在一起 但就在决定命运的那天 袁春遇到了小林 看着正在帮助老人的女孩 她的微笑在那一刹那打动了袁春的心态 下车时 小林把钱包忘在了公交车上 袁春捡到了钱包 但没追上对方 只好把钱包交给了警局 却在警局门前再次遇到了小林 就这样 她错过了和佳佳的约会 之后对方以为袁春不喜欢自己 逐渐疏远了她 现在的她曾无数次想过 如果当初没下公交车会是怎样的结局 晚上袁春回到家 妻子嫌弃她身上的酒味 把她赶到了客厅 烦闷的袁春想打会游戏 可PS游戏机也坏了 袁春感到人生一片昏暗 但这天下班的路上 她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老人 老人正给孩子们讲述 虫洞和时间穿越的事 袁春觉得这家伙可能是个神经病 可老人突然走过来给了她两个硬币 而此时她还不知道 这两个硬币将改变她的一生 如果人生能重来 你会选择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人生吗 袁春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老人 对方给了她两枚硬币 并告诉她 你的人生将会发生改变 袁春一头雾水 根本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可就在当晚回家的路上 怪事发生了 她发现了一块奇怪的广告牌 上面写着 通往新的起点 改变你的人生 紧接着又遇到了一个奇怪的收费站 可明明回家的路上 从没遇到过收费站 难道是走错路了吗 她顺手掏出硬币投了进去 机器却没有任何反应 想起今天老人曾给过自己两枚硬币 她顺手掏出一枚投了进去 果然顺利通过了收费站 但紧接着怪事发生了 天空中出现了两个月亮 汽车不受控制飞速前进 显示屏也失灵了 袁春突然从大学宿舍醒来 而日期刚好是她命运发生转变的那一天 好友大壮准备去烤摩托车驾照 她突然想起昨天大壮出了车祸 下意识阻止了她 这时袁春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接下来这一幕 让她想起十年前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 她立刻来到了学校 果然遇到了曾经暗恋的女神 家家也如十年前一样约自己去听演奏回 这时天空突然闪起一阵绿色的光芒 她再次回到了20年 但日期却变成了前一天 和朋友小绿讨论了这件事 对方也没太在意 只把这件事当成一场梦 而妻子这边正在帮母亲搜索疗养院 高昂的费用让她感到巨大的压力 她对丈夫说想再打一份工 袁春却表示妻子照顾孩子已经很辛苦了 本事出于好意 但却惹怒了小绿 妻子说如果你能升职加薪 我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隔天小绿打扫卫生时 发现了曾经的培训资料 想到自己为了爱情放弃梦想 而如今却只能过着这样的生活 不禁感到唏嘘不已 可接下来的发现更让她感到愤怒 丈夫竟然偷偷买了全新的PS4游戏机 晚上回到家的袁春感到一丝诡异 妻子竟然将自己最爱的游戏机扔进了浴缸 这下彻底引爆了她压抑已久的愤怒 二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妻子责怪她乱花钱 可丈夫愤怒地说道 我问你要过额外的生活费吗 攒了几个月的午餐前买了个游戏机 我有什么错吗 可妻子却觉得她从没考虑过家庭 袁春终于憋不住说出了心里话 郁闷的袁春路过大壮的餐馆 却发现对方的腿竟然没事 明明记得昨天大壮被车撞断了头 一问才知道 十年前是她阻止了大壮考驾驶证 现在的自己根本就不会骑摩托车 这下她终于意识到 昨晚的那场梦真的发生了 为了改变这段糟糕的婚姻 她再次来到那个神秘的收费站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她还是丢下了剩下的那枚硬币 男人穿越回过去 这次她要摆脱糟糕的婚姻生活 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 妻子如十年前一样 再次出现在同一辆公交车上 并且掉落了钱包 元春想起曾经就是为了归还钱包 才与妻子相遇 结果错过了和女神的约会 最终和妻子相爱 可婚后的生活却并不幸福 这次她决定不再与妻子有任何交集 而是选择直接将钱包交到警局 并且嘱咐警官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份保密 元春走出警局 刚好碰到前来报失的小林 这一次两人擦肩而过 她只能在心中默默地祝福小林 一定要幸福 紧接着她立刻拦下一辆出租车 而同时在打车的男人 竟是未来的好友小林 她也来不及多想 抢下出租车 敢去和女神约会 可她不知道的是 这个举动改变了小林的一生 元春准时到达了约会现场 终于见到了暗恋的女神 演奏会结束 佳佳对元春深情告白 并主动送上了一个香吻 元春也回应了这份爱 紧接着闪起一道绿光 再次醒来 妻子已经变成了女神佳佳 而时间也变成了二零年 佳佳温柔地抱起丈夫 祝她生日快乐 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不仅住进了豪宅 室外还有宽敞的泳池 优雅的妻子端来营养早餐 用之不尽的金钱 名牌西装和名表应有尽有 这是她以前想不不敢想的 客厅还摆着她最爱的PS4游戏机 元春小心翼翼地问妻子 吃完丰盛的早餐 温柔的妻子嘱咐她早点回家 还送上了香吻一枚 完璧 有了豪宅 豪车也是必须的 这不就是完美的生活吗 而城市的另一点 曾经的暴躁黄脸婆妻子 也变成了白领利人 一次擦肩而过的转身 让彼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生活 虽然元春的工作 还是在以前的银行 但现在身为豪门女婿的她 上司再也不敢随意刁难了 工作也是顺风顺水 但突然想起了她和小林的孩子 这让元春内心无比痛 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既然选择了新的人生 那也只能继续下去 本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小林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她目瞪跑呆 想起曾经暴躁的妻子 吓得元春叫出了杀猪般的声音 元春很纳闷 明明自己选择了没有小林的人生 为什么还会再次相遇呢 之后她发现 发生改变的并不只是自己 本来拥有幸福家庭的好友小绿 却因为十年前被一个神秘人 抢了出租车 导致女友出国留学而分手 元春想起正是因为自己的穿越 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内心愧疚不已 而穿越产生的蝴蝶效应还不止这些 原本单身的死党大壮 竟然和自己的妹妹结婚了 元春还埋怨妹妹 为什么找了大壮这么丑的老公 原来正是在她的婚礼上 妹妹和大壮相遇了 之后两人看对了眼 就这样大壮白捡了个媳妇 晚上元春回到家 温柔的佳佳立刻送上香吻 还为她准备了生日惊喜 看着满桌子的饭菜 元春感觉太幸福了 隔天元春在银行门口遇到了小林 她怀疑对方知道自己改变了过去 所以故意来报复自己 得知对方是主动调到这家分行时 更加深了元春的怀疑 而工作中的小林则是亲和力十足 她温柔地举止 让小绿的内心产生了一丝涟漪 不禁对着元春猛夸小林 而暴躁妻子的人设在元春内心早已根深蒂固 她告诉小绿 你只是没看到她不为人知的一面 所以才会这样想 这时一个顾客走了进来 她是全行职员的噩梦 每次来到银行都故意找茬投诉 就连副行长都拿她没办法 可小林却可以轻松应对 这让所有同事都对她刮目相看 而一旁的元春看着光芒四射的小林 内心根本无法与那个曾经暴躁的妻子联想在一起 行长为了庆祝解决了这个麻烦的顾客 准备请大家喝东西 但小林却不在 元春脱口而出说她喜欢喝草莓奶昔 小林不知道对方怎么知道自己的口味 却被元春搪塞了过去 晚上小林总是重复同一个怪梦 梦中她和一个男人相爱了 二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但她却怎么也无法看清对方的脸 小林非常想知道对方是谁 一旁神志不清的母亲悠悠说道 看似疯癫的母亲 似乎知道些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有钱人都这么好横吗 自己输错密码还要求银行职员给她道歉 同事们都为小林名不平 小绿和元春怕她想不开 于是决定过去安慰一下 没想到对方根本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元春不敢相信曾经暴躁的妻子 现在竟如此温柔 但天有不测风云 隔天爱找茶的客户又来了 银行职员纷纷感觉大事不妙 行长都开始紧张了起来 男人不仅不排队 直接扔下钱就要求汇款 还对着营业员大骂 这时小林及时出现 弯腰90度鞠躬 还连续重复三遍道歉的话 对方刚想骂人 小林却再次鞠躬 男人见实在找不到机会找茶 只能转身离去 小林解决了麻烦的客户 大家决定聚餐庆祝 看着笑容洋溢的妻子 元春内心五味杂沉 晚上去唱歌时 元春发现舞台上的小林 竟是如此开朗 曾经的小林 也是满面笑容地缠着自己 他们也曾无比地深爱着对方 但联想到婚后的她 元春突然发现自己 有些不了解小林的真面目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如此活泼开朗的女孩 婚后的变化会那么大 晚上回去的路上 一辆摩托车急驰而过 元春立刻叫住了小林 随后一把将她抱进怀里 可她突然想起 现在小林已经不是自己的妻子了 于是连忙推开对方 小林也是一脸懵逼 总觉得刚才元春叫自己时 很像梦里的声音 元春害怕小林知道她改变过去的事 就问她为什么调到分行 得知对方是为了照顾母亲 元春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二人的相遇只是一场偶然 隔天一早 元春准备和小林保持距离 只当成普通同事相处 临走时妻子给了她甜蜜一吻 看着眼前温柔可爱的佳佳 元春心里默念 她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伴侣 银行里正在开反电信诈骗学习会 会议结束后 小绿捡到了小林的名牌 她借机约小林去吃饭 但小林想到还要照顾母亲 就暂时拒绝了她 提出下次再去 而一旁的元春似乎有些醋意 下班后 元春再次遇到小林 见到她骑车时不小心摔倒 看着眼前曾经的爱人 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上前帮忙 小林趁机向前辈请教 汇款诈骗的解决方法 还调皮地和元春定下了暗号 以此提醒对方自己遇到了诈骗 但元春表面却不以为意 转身后还是被这个可爱的女孩逗笑 回去的路上 元春对自己总是遇到小林而感到苦恼 这时当初给她硬币的神秘老人碰巧出现 元春立刻下车追了过去 她询问老人 为什么自己改变了过去 已经彻底斩断了和前妻的缘分 却还总是遇到她 老人告诉她 无论怎么改变过去 有元人一定会相互吸引 出现在彼此面前 本以为日子会照常过下去 可这天宋佳佳上班时 对方却在车里发现了小林的名牌 她会发现丈夫的秘密吗 最好的朋友爱上了自己曾经的妻子 还当着她的面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看着二人有说有笑 元春的心中略过一丝酸楚 三个好友聚会时 春心懵动的小绿表示自己喜欢上了小林 还对着大壮夸她多么优秀 听得元春醋意大发 还劝小绿要慎重考虑 对方结婚后可能会变成另一个人 紧接着大壮也聊起了女人婚后的变化 晚上回到家 温柔的佳佳又给她准备了顶级牛排 元春看到桌上妻子买的东西 问佳佳怎么买了这么多 对方轻描淡写地说 她花了几十万而已 元春不禁想起 曾经与小林过着拮据的日子 就连午饭钱也只有五百块 而现在佳佳随便买点东西就够自己一年多的饭钱了 不过毕竟她是富家千金 也没法责怪对方 佳佳想和元春说说心事 可她却只是随意敷衍了两句 面对丈夫的漠不关心 佳佳也只是笑笑 装作没事发生 原来现在的她在大学教授大提琴 得知曾经不如自己的同学都获得了国际大奖 而自己为了丈夫放弃了梦想 心里不免感到一丝落寞 可丈夫却从不曾倾听自己的心事 隔天小林和小绿也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席家二人有说有笑 似乎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紧接着小绿找到好友元春 向她分享了自己成功约会的喜悦 可元春却心里一紧 有种说不出的苦涩 傻乎乎的小绿兴奋地讲起她对小林的了解 对方不仅踏实靠谱 而且一直希望能靠自己的努力达成经济独立 听到这里元春愣住 想起曾经小林也曾努力地寻找工作 是自己对她许下了诺言 没找到工作也不要紧 自己会娶她做妻子 永远照顾她 现在她终于意识到了 正是自己剥夺了她独立自主的渴望 才导致小林逐渐失去了自我认同 婚姻走向崩溃 原来小林真正的愿望是独立 自己却从不曾了解过妻子 看着眼前的小林 元春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 正因为自己改变了过去 才有了那次擦肩而过的转身 现在的他们才能各自安好 而小林这边遇到了一位 疑似被诈骗的老奶奶 立刻用暗号通知元春帮她 虽然银行有规定 遇到这种事只能报警处理 可是元春又不好拒绝 还是私下帮忙联系了老人的儿子 最后两人成功帮助了受骗的老奶奶 为了感谢元春今天的帮忙 小林决定请客吃东西 二人来到一家小林以前很喜欢的餐厅 再次来到这里 一切已是物是人非 元春呆呆地望着那面墙 他们曾在这里写下爱的视野 如今却什么都没有 元春突然问她是不是想通过 工作证明自身的价值 小林却回答 其实也不一定 当家庭主妇也可以 只要能看到丈夫的笑容自己就很幸运 听到这里 元春的内心无比不美 原来他们也曾那么幸福 笑容时刻都挂在脸上 其实那时小林的愿望就已经实现了 吃完饭外面下起了雨 二人撑起一把烂伞 一起在雨中奔跑 就像曾经那样 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原来小林也曾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冷漠和对家庭的不关心 逐渐磨平了她对婚姻的热情 原来一切不幸的根源竟是自己 准备离开时 小林叫住了元春 最近发生了很多怪事 让她觉得自己可能以前就与她相识 元春立刻矢口否认 这时小林的母亲突然冲了出来 这一声好女婿 吓得元春头皮发麻 难道林妈知道了元春改变过去的事了吗 老婆婆当街给女儿抓了个老公 她抱住男人怎么也不肯松手 女儿尴尬地拉开母亲 告诉她这是自己的公司同事 母亲却说我知道她是谁 她是我的好女婿 还不等小林劝阻 母亲就硬拉着男人往家走 元春望着屋内的陈设 和曾经初次见面时一模一样 林妈还做了她最喜欢的土豆炖肉 元春非常惊讶 为什么林妈会有穿越前的记忆 小林立刻解释 母亲患上了老年痴呆 所以有些神志不清 听了小林的解释 元春猛然想起 原来曾经的小林就是想和自己说母亲生病的事 而自己却因为工作繁忙 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此时元春的内心无比自责 可接下来林妈讲起了一家人的过往 并让小林好好珍惜元春 这时她猛然发现 看似疯癫的林妈似乎还有穿越前的记忆 这个意外让她方寸大乱 今天发生的事让元春十分紧张 立刻跑到公园找那个帮自己穿越的神秘老人 可却不见对方的踪影 晚上回到家 温柔的妻子又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家家热情地招呼丈夫吃饭 可心事重重的元春却直接转身上了 隔天元春到妹妹小主家吃饭 妹妹拿出母亲特地为她做的道合寿司 元春吃着吃着却突然鬼使神差地想起了小林 她曾说过 自己最喜欢吃春妈做的道合寿司 于是她反复演练各种尴尬的台词 想让这次送饭显得自然一些 元春拿着寿司刚走到公司 却发现小绿早已经给小林准备了丰盛的大餐 小林直呼上司太贴心了 可小绿却表示自己并不想只做上司 随后直接开始表白 小林当场就愣住了 而躲在角落里的元春更是心头意紧 小林委婉地表示他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小绿却大方地说 不用着急答复 我可以等 这时躲在角落里的元春手机响了起来 两人发现了她的存在 元春把寿司放在身后 尴尬地表示自己只是回来取东西 当晚小绿告诉元春自己要和小林在一起 但元春却坚决反对 还列举了一大堆两人不合适的理由 不过热心的大壮却非常支持好兄弟 隔天小林的母亲又发病了 迟到的她被主管抓了个正着 幸好小绿及时出手解围 周末银行要开研修会 为了能和小林独处 小绿立刻抢下这个机会 晚上小绿说想帮小绿介绍对象 元春简直是求之不得 可接下来小绿竟然带着小林走了进来 众人四目相对 场面有些尴尬 这时大家才知道 原来小绿要介绍的对象就是小林 大家都为这奇妙的缘分感到惊喜 只有一旁的元春闷闷不乐 小林走后 小绿和大壮商量着 怎么能在周六的研修会试把小林拿下 此时元春则是心乱如麻 难道自己真的就这样看着他们在一起吗 你有认真了解过你的爱人吗 还是要等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 男人通过穿越 成功赢取了白富美 可现在的他却满怀心事 脑海里不停浮现出曾经妻子的模样 因为死党即将对他展开猛烈追求 一家人吃饭时元春却始终魂不守舍 借记离开了饭桌 佳佳跟父母说想继续深造大提琴 母亲觉得学了也没什么用 想着自己为了婚姻放弃梦想 现在就连母亲也不理解自己 佳佳内心十分难受 回到家的元春立刻玩起了游戏 可心里还想着小林的约会 得不到理解的佳佳此时心里更是难过 看着目光呆滞的丈夫 温柔的佳佳第一次生气 她走到游戏机前拔掉了插头 元春突然愣住了 她不明白为什么平日里流情似水的佳佳 会做出这样不符合身份的事 与此同时小林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路过的小绿恰巧听到了一部分内容 得知小林既要照顾母亲又要忙着工作 不禁对这个坚强的女孩越发喜欢 于是直接展开公式 约她出去喝一杯 而失落的元春去大壮店里吃饭 大壮非常关心小绿约会的事 还发了短信询问对方 得知小绿约了小林去酒吧 元春的内心隐隐作痛 走在街上的她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去约会现场看看 此时的小绿正准备和小林出去吃饭 元春却突然杀了出来 小绿对这个状况有点懵逼 他迅速跑到楼下 跪求好兄弟别来当电灯泡 给自己个脱单的机会 这时小林也看到了元春 小绿一副苦瓜脸看着眼前的电灯泡 三人只能尬聊起来 小绿问小林喜欢看什么电影 元春心里默念 当然是感人的爱情天了 可小林却说自己喜欢动作片 只有在自己难过的想哭时 才会看催泪的爱情天 这样才能借机大哭一场 这些话犹如刀子一样刺进元春的心 他想起曾经总是因为工作 而错过凌霸的法事 回家时 大着肚子的妻子就在家看爱情天 而自己还要抢电视看足球比赛 看着妻子一直在大哭 元春还以为是因为电影的缘故 独自跑去打游戏了 现在才明白 原来小林是真的太难受了 才会哭得那么惨 而他却总是责怪对方不体谅自己 但其实是自己忽略了小林的感受 此时的元春愧疚不已 原来自己曾亏欠对方那么多 往事一幕幕出现 曾经的自己觉得工作太辛苦 感觉生活非常疲惫 本以为没有人能理解自己的痛苦 现在看来 原来自己错了 让妻子独自承受了那么多 他趁着没人的时候 对着小林说了声对不起 他轻轻地将手放在小林头上 就像曾经那样 没想到小林突然醒了过来 元春只好假装帮对方拿下头上的东西 然后借机跑出了酒吧 此时的他彻底迷茫了 难道现在不正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吗 而回到家的小林 回忆起元春摸自己头时的感觉 就像是那位一直出现在自己梦中的男人 如果你看到丈夫和别的女人 有这种轻易的举动 你会选择原谅他吗 男人通过穿越 成功赢取了大学时的校花 可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曾经的妻子 竟为家庭和婚姻付出了这么多 是他的冷漠与不关心 把曾经那个爱笑的女孩 变成了自己眼中的怪物 最终婚姻一步步走向破裂 男人满怀愧疚地望着熟睡的小林 轻声说了句对不起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在他的头上 没想到对方突然醒了过来 元春只能尴尬地逃离现场 隔天上班时的气氛有些尴尬 小林拒绝了元春的帮忙 反而是小绿帮他修好了打印机 看着有说有笑的二人 元春感到一阵莫名的心酸 晚上下班时 小林突然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 他曾在无数个夜晚 梦到一个男人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头 为自己戴上结婚戒指 许下了爱的誓言 但梦中的他却始终无法看清男人的脸 小林终于在这一刻忍不住内心的疑惑 走到元春面前说了句抱歉 然后将他的手放到自己的头上 他想要确认元春是不是梦中的那个人 可这时佳佳突然走了进来 刚好碰见这难以置信的一幕 元春立刻反应过来 解释自己只是帮同事弄掉头上的灰尘 元春尴尬地给二人做了介绍 佳佳立刻想起 原来他就是曾经把公牌 落在老公父驾驶的人 但他依旧微笑着从容应对 小林走后 佳佳问元春对方是谁 面对丈夫轻描淡写的解释 佳佳虽然心里难过 但依旧强忍泪水 保持着那份优雅 而逃走的小林心脏不停的蓬蓬乱跳 他觉得元春似乎就是那个梦中出现的男人 晚上小主和大壮请小林吃饭 他们想撮合小林和好友小绿在一起 当问到他有没有喜欢的人时 小林嘴上说着没有 脑海里却浮现出了元春的身影 而佳佳这边还在为白天发生的事感到不安 面对妻子的怀疑 元春完美回答了对方所有问题 但佳佳还是希望他以后不要让小林搭便车了 得到了丈夫的保证 佳佳再次露出了往日的笑容 隔天上班 林妈突然来找元春 还张口闭口地喊他女婿 同事们都以为她是佳佳的财罚母亲 副行长立刻毕恭毕敬地过来打招呼 就连行长都跑出来迎接 误会闹得越来越大 元春赶忙把林妈拉走 而小林这边正和小绿在工作 突然接到护工的电话说林妈又跑丢了 小林焦急万分 善解人意的小绿主动揽下工作 让她快去找母亲 而此时的林妈正和元春悠闲地吃着冰激凌 神志不清的林妈还把元春当作女婿 嘱咐她要好好对待女儿 听了这番话 元春内心更是愧疚无比 这时焦急的小林找了过来 二人将林妈送回了家 小林纳闷为什么母亲这么喜欢元春 开玩笑地说道 说不定上辈子你还真是她的女婿呢 听到这话 元春的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随后小林赶回工作地点 看着认真工作的小绿 她感觉面前这个男人既温柔又细心 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于是对她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晚上二人就官宣了恋情 朋友们都非常开心 但元春却感觉心如刀割 为了庆祝小绿成功脱单 众人决定去野营庆祝一番 接下来曾经的妻子将会和现在的妻子正式相遇 他们之间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夫妻俩准备去参加一场野营 男人却异常地紧张 因为曾经的妻子也会出现在聚会上 众人吃饭时 小绿提到了公司内部有个地下论坛 专门八卦公司的同事 甚至有的人还因此被开除 这让从小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佳佳感到不可思议 饭桌上性格爽朗的小绿很受大家欢迎 看着小姑子和小绿的关系比跟自己还亲密 佳佳内心感到一阵失落 这也激起了她心中强烈的胜负欲 从没喝过烧酒的她偏要和小绿拼酒 席间佳佳问小绿喜欢小绿什么 小绿羞涩地表示 对方不仅人长得帅又温柔体贴 从不会让自己感到孤单 这番话让元春的心感到一阵阵刺痛 晚上她独自走出房间 脑海里不停浮现出小绿的画面 原来自己从未给过她真正的陪伴 这时小绿突然发起了高烧 元春想起小绿曾对自己说过 只有一种特定的药对她才有效 于是立刻跑出去买药 找了好几家药房才找到那种药 元春一路狂奔跑了回来 却发现小绿已经带着小绿去了医院 她感到内心一阵失落 小绿在医院陪着小绿 而元春则在营地焦急地等待 隔天早晨 小绿带着熟睡的小绿回来了 她温柔地帮小绿解开了安全带 此时元春也赶了过来 但她却误以为二人正在接吻 一阵阵心痛袭来 痛得让她无法呼吸 回到家 面无表情的元春像一句行尸走肉 脑海里不停浮现出 那个让她痛到无法呼吸的画面 本想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但与小绿的种种过往 却不停出现在脑海里 她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忘记小绿 想起那个神秘老人给自己的硬币 他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为了能重新和小林在一起 他想再次穿越回去改变过去 他拼命翻找着硬币 终于找到了一枚2010年了 可当他开车来到曾经改变命运的路口 却再也找不到那个神秘的收费站了 他无力地对着方向盘网砸 如今只能求助于那个给自己硬币的神秘老人 元春恳求老人帮自己穿越回去 此刻他已经明白了 是自己错了 不应该把家务和孩子全都推给小林 是自己让他感到了孤单 也是自己的冷漠夺走了曾属于他的笑容 最终将他变成了怪物 可老人却说 当初是你自愿改变人生的吧 你也对现在的妻子许下了诺言 无论元春怎么生泪俱下地恳求 老人却依旧不为所动 只给了他一句最后的忠告 心痛吗 那痛 你把这种人生引起来 是怎样的经历才能让这个男人感到如此绝望 男人为了摆脱原本糟糕的婚姻生活 通过穿越娶到了大学时的白富美 可如今却猛然发现 婚姻不幸的源头竟是自己 他无法忘记曾经深爱的妻子 于是找到曾经帮自己穿越的神秘老人求助 可对方却告诉他一切已是为时已晚 失去的人再无法挽回 绝望的元春不得不屈服于现实 下定决心好好对待现在的妻子 彻底斩断于小玲的情缘 隔天一早 元春破天荒地做起了家务 丈夫难得的体贴让家家十分感动 她让丈夫今晚早点回家 自己有话想对她说 元春立刻点头答应 而小玲和小绿开始了正式约会 两人的关系也在飞速发展 上班时元春遇到了小玲 这次她决定放下过去 真心地献上祝福 虽然他们都微笑着面对彼此 可在看不见的角落 二人的脸上却都流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苦楚 元春无意间得知 今天是凌霸的祭日 想起自己曾经每次 答应陪小玲给凌霸做法事 最后却都失约了 现在她想要弥补这份遗憾 于是主动要求 帮小绿完成剩下的工作 让她陪着小玲去参加凌霸的法事 这次有了小莉的陪伴 小玲再没有了往日的孤单 元春却为此工作到深夜 完全忘记了和妻子的约定 而佳佳只能落寞地看着手机 等待着丈夫回家 但元春到家时已是深夜 佳佳已然入睡 第二天一早 元春答应妻子今晚一定早点回来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今天领导来公司视察 为了应酬上司组织的饭局 元春又一次要失约了 此时贤惠的佳佳满心欢喜地 等着丈夫回家 还为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即使面对丈夫一再失约 她也只是嘱咐丈夫少喝点酒 随后失落地将饭菜收进冰箱 聚餐回去的路上 元春再次遇到了小玲 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样子 元春还是忍不住去帮她 原来今早起床 小玲发现母亲不在家 桌上只留下了一张父亲的照片 她找了一整天 却始终没能找到母亲 看着无助的小玲 元春没法狠心丢下她 只好帮她一起寻找玲妈 但这次她想起了妻子说过的话 没有让小玲做副驾驶 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 神秘老人再次出现 最终她们在一个公交站找到了玲妈 原来玲爸忌日这天 玲妈整天都在不停坐公交车 因为她们就是在公交车上相识的 即使如今的玲妈已经神志不清 但她还记得与爱人最初相遇的地方 找到了玲妈 元春也准备回去了 两人走在路上 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那个夜晚 我已经家离开了 我还想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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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所有的悔恨与不甘都无法挽回失去的爱人 他只能祝福那个人永远幸福下去 讲完心里话 两人终于还是在那个路口转身背向对方 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到了家的元春本想向妻子道歉 但一通电话的到来将会彻底改变故事的走向 一个女人的侦查能力有多强 丈夫半夜才回家 还骗妻子是和公司领导聚会 所以才回来晚了 但很快就遭到了现实打脸 一通来自丈夫女同事的电话引起了她的怀疑 对方还问她为什么拿着自己女婿的手机 凭借着女人的直觉 她从丈夫口袋里找到一张警局的名片 紧接着又去车里查看行车记录仪 听完元春和小林所有的对话 她立刻找到丈夫对质 面对确凿的证据 元春只好解释事情的原委 可激动的嘉嘉根本听不进去她的解释 她质问元春 就算为了帮她找母亲 也没必要待一整晚吧 况且她还有男友啊 面对一连串的质问 元春哑口无言 嘉嘉失落地转过身问她 你有在乎过一直等待你的妻子吗 元春解释自己和她只是普通同事关系 但嘉嘉更生气了 认为元春一直都在袒护对方 这段婚姻也走向了破裂的边缘 嘉嘉愤怒地跑出家门 她独自一人走在街上 感觉既失落又无助 这时遇到了一直爱慕自己的阿光 对方带她来到酒吧 面对小奶狗的猛烈追求 嘉嘉还是已有丈夫的理由拒绝了对方 但在酒精的作用下 嘉嘉逐渐被极度冲昏了头脑 想起了小绿提到的地下论坛 于是写下了关于小林的恶毒留言 而此时的元春还在焦急地四处寻找妻子 隔天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帖子上指名道姓地指出小林生性放大 不仅私生活不检点 还勾引有父之父 而另一边还没醒久的嘉嘉突然想起昨天做的事 立刻跑去打开了电脑准备删除帖子 没想到的是帖子下面已经积攒了很多留言 眼看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自己又不熟悉论坛的操作 嘉嘉索性直接关闭了电脑 公司里大家都很担心小林 反而小林却非常大动 觉得根本不用在乎这些无聊的谣言 一旁的元春猛然想起了嘉嘉 他立刻给嘉嘉打了电话 可话到嘴边却始终无法问出口 而小绿则一如既往地支持小林 细心地安慰着他 小林笑着表示 就算生气也没办法解决啊 很快行长也发现了这篇帖子 为了银行的形象 小林随时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但接下来更大的打击来了 好事的网友将银行职员的合照人肉了出来 这下小林彻底愤怒了 他不能忍受身边的人因自己受到牵连 于是小绿陪着他来到了侦探社 试图找出发帖人然后进行起诉 而元春要帮他们完成工作 只好打电话给妻子报备加班的真实原因 听到这个 嘉嘉彻底慌了 正在他六神无主之际 门铃响了起来 嘉嘉根本没在意阿光捧着的鲜花 直接把他拽进了屋子求他帮忙删帖 最终在阿光的帮助下终于删出了帖子 晚上元春和妻子吃饭时 刚好上集打来了电话 他立刻拿着电脑去工作 可打开电脑就发现了浏览记录 他开始怀疑帖子是嘉嘉发的 而嘉嘉则在大厅里看着阿光送来的话 内心似乎产生了一些动摇 元春也曾千百次想过这个问题 可他却始终没能想出答案 虽然他通过穿越 娶到了一个温柔的富家千金 可婚后的生活并没有他想象中的美满 晚上回到家 妻子和他商量去参加父亲获奖派对的事 嘉嘉希望他能通过这个机会扩展人脉 这时妹妹小主打来电话 告诉他母亲病了 希望他明天过去看看 元春满口答应 隔天就带着嘉嘉来看母亲 但刚待了一会嘉嘉就急着离开 忙着准备家父的获奖典礼去了 家境悬殊导致两家来往并不多 平时都是妹妹小主照顾母亲 碰巧琳妈也在这所医院住院 拥有上一次人生记忆的 她竟找到了亲家母的病房 一家人度过了一个开心的下午 春妈对性格开朗又孝顺的小林非常喜欢 甚至觉得她就是理想中的儿媳 听到这里 元春露出苦涩的微笑 晚上元春打电话给妻子 想带母亲回家住几天 可嘉嘉却不太愿意 希望她明天能参加父亲的颁奖典礼 这段婚姻让元春感到身心俱疲 这时碰巧遇到了门口打电话的小林 原来是侦探查出了发帖污蔑她的人 得知造谣的人是佳佳 为了不让元春为难 小林选择独自吞下委屈 对元春说发帖的人自己不认识 这件事就算了 但看着她复杂的眼神 元春也明白了真相 她向小林表示了抱歉和感谢 最终小林失落地离开 留下元春呆呆地望着远去的背影 隔天小主的孩子病了 元春只能自己去接母亲出院 佳佳有些不高兴 反复强调今天是父亲特别重要的日子 嘱咐她千万别迟到 挂断电话的元春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送母亲回去后 就立刻赶往岳父的颁奖现场 可路上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晚上回到家 佳佳忍不住对她大发脾气 元春也生气了 大声斥责佳佳只顾着自己 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感受 甚至还为了出气 发帖污蔑小林 面对丈夫的斥责 佳佳感到十分委屈 最终二人相对无言 佳佳难过地转身离去 这时元春也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太重了 但佳佳已经彻底伤了心 她找到了一直爱慕自己的阿光 隔天上班时 佳佳已经把她的行李打包送到了公司 看来这次是彻底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晚上无处可去的她来到小主的餐厅 妹妹反而劝她早点离婚 二人本来就是门不当户不对 她早就觉得这种畸形的婚姻迟早要完蛋 在场的众人看法不一 晚上元春只能到好友小绿家暂住几天 小林想发短信安慰失落的元春 却又因为尴尬的身份无法靠近 这时佳佳打来电话 她想给元春个台阶下 可又怕对方觉得自己勉强她 最后二人又谈崩了 隔天心热如麻的元春又找到了那个神秘老人 对方问了她一个问题 人家有个人的嘘 有个人的嘘 有个二个嘘 是自己的嘘 和他人的嘘 是谁是人生的嘘 这时的元春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内心 是她一直欺骗自己 才打乱了原有的人生 自己根本就无法忘记小林 而小林这边也同样痛苦 面对深情的小绿 而自己的脑海里全是元春的身影 她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回到家又发现 母亲一直画着元春和小林一家四口的幸福画面 她终于绷不住 お母亲 我还没有 born生 我今天订阅 了解 剑崎首营是个别人的外甥 社会和别人结婚 在与我 亲身这种 こんなの妄想だから 妄想 妄想 那员 而家家同样面对着痛苦的抉择 面对猛烈追求自己的小奶狗 她虽然多次拒绝了对方 但阿光对自己的了解和那份温柔 都是丈夫从不曾给过自己的 这次她明显有些辛烂了 为了冷静下来 她不停地拉大提琴一直到天明 最终她还是做出了决定 拿出了那份离婚协议书 妻子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 并问了丈夫最后一个问题 元春近一时间无法回答 家家已是心如死灰 苦笑着对她说 你只能看到我外表的光鲜亮丽 却从不曾了解真正的我 失落的元春不停喝着酒 看着桌上的离婚协议 她终于明白无论是对小玲还是家家 她都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从不曾给予对方更多关心与理解 即使换了一种人生 却依旧走上了老路 最终元春含泪签下了离婚协议 隔天公司举行马拉松比赛 得知元春因为离婚喝了整夜的酒 小玲非常担心 听说后面有选手晕倒了 小玲立刻回头冲了过去 看到晕倒的人不是元春 她才松了一口气 我刚刚刚经历了差点失去颜春的痛苦 这一刻她终于艳术的感觉 压抑不住内心的真实想法 对元春发出了告白 但面对眼前深爱的女人 元春却选择了拒绝 她不想让小玲再次重复过去的痛苦 而小绿虽然赢得了比赛 却失去了最爱的人 晚上迷茫的元春又找到了神秘老人 明明已经意识到了上一段婚姻的错误 却还是辜负了佳佳 她知道自己深爱着小玲 又无法面对最好的兄弟 自己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痛苦 隔天一早 小玲约小绿晚上出去谈谈 小绿感觉事情不对 心里慌得一批 马上找到元春商量对策 元春只是安慰她 应该不会分手吧 结果到了晚上 小玲果然提出了分手 但小绿还是强忍着内心的痛苦 笑着表示让小玲不要内疚 以后还可以做好朋友 但到了晚上她就绷不住了 哭着对元春说小玲可能喜欢上别人了 元春只好把烂醉如泥的小绿扶回了家 看着伤心的好友 元春愧就不已 小玲也找到了小主倾诉 她感觉非常愧对小绿 虽然对方很好 可就是没有那种感觉 不料小主立刻猜到她喜欢的是元春 对于这件事小主也无法给出意见 只能陪着她谈心 隔天二人分手的事传遍了银行 众人都为这对金铜玉米的分手感到惋惜 晚上元春找到小玲 她希望对方能好好考虑一下分手的事 小玲真的是很好的人 但小玲却说 自己昨天说的话绝不是一时兴起 我不会逼你给出答案 但也无法继续和小玲在一起了 这段对话都被躲在角落里的小玲听到 原来竟是最好的兄弟绿了自己 晚上得知一切的小玲一拳打倒了元春 隔天上班 两人的气氛非常紧张 晚上二人前后搅到了大壮的餐厅吃饭 小玲见到元春立刻准备要走 大壮通过小主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气愤的他立刻冲了出去 现在的元春什么都没有了 不仅失去了两个最好的朋友 也无法和最爱的人在一起 自己改变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而离婚后的家家选择继续梦想 报名参加了交响乐团的侦选 但曾为家庭放弃深造的他 留下很长的空白期使他的水平下降了很多 最终还是落选了 好在有阿光的细心安慰和陪伴 这次的他不再觉得孤单 女人经常重复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他和一个男人相识 相知相爱 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却因婚后经常吵架导致婚姻破裂 但这次他终于看清了那个男人的脸 他很想知道这梦境的由来 于是跑到梦中与男人相恋的大学 想要确认梦境中的事物是否真的存在 碰巧这时遇到了正在回忆过去的元春 二人在曾经相恋的地方再次相遇 小林想知道自己的梦究竟是怎么回事 元春不得已讲出了实情 其实他们曾是夫妻 两人因高三是元春捡到对方的钱包而结缘 大学毕业就结了婚 还生下了两个孩子 但后来婚姻却并不顺利 他遇到了一个神秘的收费战 于是他穿越回两人相遇的那天 改变了过去 从此与小林变成了陌生人 也因此和家家结了婚 小林根本无法相信这种荒唐的事 但回想起与元春的点点滴滴 他给自己的感觉是那么熟悉 又总能提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再加上母亲奇怪的言行 他不得不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 晚上他再次找到元春 希望知道婚姻不幸的真实原因 元春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实情 是他把家务和孩子全都推给了小林 甚至不愿意花时间陪伴妻子 也不曾倾听他内心的想法 最终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隔天小林再次找到元春 两人来到了初次约会的海滩 经过整晚的深思熟虑 小林对元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婚姻失败并不是元春一个人的错 或许自己太习惯于依赖对方 逐渐把对方的付出当作了理所应当 而自己疲于应对家务和育儿的时候 也没有认真地和丈夫沟通 但他已经不是曾经的自己了 多年和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 让他变得更加坚强 如果元春真的感到了愧疚 那就应该重新和他在一起弥补过去的遗憾 还没等元春回答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原来是之前家爸介绍的融资出现了问题 在小林的帮助下 元春发现骗子的地址竟是家爸的一处房产 他找到家家说明了此事 不料对方却并没有选择包庇父亲 尽管他会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 他还是支持元春说出真相 最终元春向银行举报了家爸诈骗的事 家爸也因诈骗遭到了拘捕 行长受到牵连被调离了原岗位 元春也被银行开除 而家家也为此失去了所有 虽然没了金钱 房子 人情 朋友 但这次他决定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且身边有了阿光的陪伴 他不再感到孤单 失去工作的元春又找到了那个神秘老人 对方又给了他一枚硬币 告诉他今晚将会出现两个月亮 将是最后一个穿越回去的机会 但元春却选择了拒绝 自己改变过去本想追求幸福 但却给身边所有的人带来不幸 此时昔日的好友担心元春想不开 都在四处寻找他的下落 小林也想起了二人初次约会的海滩 正准备出门寻找却被林妈拦住 林妈交给他一枚硬币并告诉他 或许你会用到 此时小林终于明白 原来母亲也曾为了见到死去的父亲而穿越回去 而这次元春已经彻底想通了 他再次找到那个神秘老人 并向他要了一枚2010年的硬币 在那个曾改变命运的路口转向 随着两轮月亮的升起 他投下了那枚硬币 这次他要让所有人过得更好 就像老人说的那样 做一个真正的男子 从所有人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男人通过穿越改变了人生 摆脱了曾经暴躁的妻子 成功迎娶了大学时的女神 可第二段婚姻中 他依旧没能成为一个好丈夫 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 而最好的朋友也与自己决裂 现在的他已经彻底醒悟 为了所有人的幸福 他决定再次穿越回十年前 元春在大学寝室醒来 时间已经回到了2010年 所有的不幸都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这次他决定哪都不去 将两段姻缘都彻底扼杀在摇篮中 他先是劝了大壮千万不要去巡摩托车 还顺便给妹妹小主和大壮签了钱 学校里家家正等着元春陪自己听演奏会 可却始终不见对方的踪影 而小林依旧帮助了那名老奶奶 但这次再也不见那个还给他钱包的男人 元春想着 这次人生既没有小林也没有家家 那么从此三人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 他们两个应该会拥有更好的人生吧 这是一阵绿光再次闪起 元春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醒来 时间来到了2020年 现在的元春不再是一名银行职员 工作地点也变成了大本 他连忙查看手机通信录 既没有小林也没有家家 终于大功告成 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隔天元春去上班 发现一切都很陌生 这时领导找到了他 准备帮他介绍个女朋友 想到自己两次失败的婚姻 元春立刻拒绝了对方 晚上回到家 再也没有等待自己的妻子 孤身一人的他喝起了酒 做饭也要自己亲自动手啊 但他感觉很满足 决定就这样平凡地度过人生中的每一天 看着路边幸福的夫妻 元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次没有自己的打扰 小林一定能过上幸福的人生 第二天公司要调他去东京出差 他顺路来到小主和大壮的餐厅 却发现餐厅已经不见了 他立刻打电话联系了妹妹 原来现在他们经营着一个餐车 他问小主你们的孩子呢 原来当年正是因为元春说他们很般配 二人最终才走到了一起 他问妹妹小林现在过得怎么样 可如今的小主根本不认识对方 这时佳佳刚好路过餐车 再次相见 佳佳已经过上了璀璨的人生 如今的他没有放弃梦想 坚持了自己最爱的大提琴事业 人生一帆风顺 唯独就是至今仍然单身 佳佳觉得再次相遇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这次元春笑着敷衍了过去 临别时元春叫住了他 告诉他不要放弃梦想 佳佳笑着转头离去 路上却遇到了阿光 二人对视一眼 仿佛曾经就认识对方 或许有些人就是命中注定的一对 隔天元春找到了那个神秘老人 如今的他不再忧郁 而是充满活力 老人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曾是个知名医生 一次手术失败让他身败名裂 他穿越回去想成为一个完美的医生 却因为只顾着事业冷落了家庭 最后落得淒离子散 从此他不停地穿越回去 想让人生变得更好 但是悲剧依旧以各种形式出现 正是元春之前的话点醒了他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 不停改变过去又能怎样呢 于是那天晚上 他也跟着元春回到了过去 现在他找到了自己最在意的家人 虽然没有完美的事业 但却拥有了幸福的家庭 看到他们美满的生活 元春不禁回想起和小林的点点滴滴 他忍不住去看看小林如今过得怎么样 在银行门口却遇到了小绿 这次二人不再相识 元春看着他手上的婚件 明白了没有自己的打扰 他找回了原来的妻子和孩子 随后他来到银行假装办业务 但此时小林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过了一回 曾经被骗的老奶奶再次出现 小林转头望向忙碌的同事 最终他对元春比了一个 只有他们才知道的暗号 他们再次帮助了被骗的老奶奶 原来小林并没有失去记忆 那天林妈给了他一枚硬币 之后他一直偷偷跟着元春 最终也到了那个收费站投下了硬币 之后他又到了当初二人相遇的公交站 却没有再次遇到元春 他四处寻找 可还没等找到对方就直接被传送了回去 在2020年他也没有元春的消息 之后小林选择一直等待 直到这一天再次与元春相遇 听完小林的讲述 元春也绷不住了 如果不是千百次告诉自己 只要和小林分开 对方就能获得幸福 自己根本无法克制与他相见的冲动 一直以来他都深爱着小林 此刻他终于明白 自己想找回的并不是小林 而是那个下定决心陪他度过一生的自己 中文字幕提供 我和婚姻 我 妻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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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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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最后二人再次踏入婚姻的殿堂 四年后他们又有了一双儿女 不同的是 这次婚姻不再是小林独自照顾孩子包办家务 两人有了更多沟通 圆春也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妻 而家家不仅坚持了梦想 身边还有一个愿意为自己遮风挡雨的男人